房价是真的越来越高 台湾生育率真的太低 希望他可以对生育补助 或者是小朋友这方面的部分可以再更加强 房租通膨 生育率 年轻人喊出生活真的很苦 就是希望新任总统赖清德 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王毅川 也公开一封年轻人的信 呼吁赖清德要跟年轻人多沟通 否则四年后想要拼连任 恐怕就会兵败如山倒 觉得在这次选举上面 有多一个柯文哲的选项 可能不管对兰绿之间 就会多一个新的可能 那就会看这四年上面 他的最后处理状况 是不是符合他原本的这个政见 当然这是投给比较好的引导人 虽然赖肖佩打破八年魔咒 赢得大选 但相较2020年两次大选的政党 得票率分别是33.98% 和36.15%差距并不大 但蔡英文却拿下817万票 得票率57% 赖心得则是拿下558万票 得票率却只有40.05% 等于稳住绿营基本盘 却流失近18%的选票 就有学者分析 大部分都是年轻族群 过去相对我们比较容易争取的年轻的选票 跟年轻人的支持 确实这一次在争取他们支持的时候 是比较吃力的 我想民进党应该要拿出新的做法 民进党该如何挽回流失的年轻选票 解决年轻人的困境 也成了赖政府上任后的一大挑战 欢迎新闻 柯冠城 柯主任台北采访报导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